更多的接触 所以推出了得来速通道来投票 但是被共和党指控 这样的方式有为选举法 斩了四刀送一不止 晚上在台中市文心路 跟向上南路口发生了车祸 一辆直行的B&W 跟左转的双蒙山门的敞篷跑车 疑似因为车速过快 在路口相撞 两辆车严重的毁损安全气囊爆开 还有排气管直接掉在路面 被杀害的马来西亚女学生 她的父母已经来到台湾招魂了 这个画面让很多人看了相当心酸 女学生的妈妈呢 不断比出这个隔空抱着女儿的手势 而且哭断肠 目前这名凶贤收押在高雄第二监狱 运方表示 他吃得下也睡得着 个性安静 跟运有互动较少 凶贤收押没有境界 但他的爸妈都没有前往监狱 跟儿子会面 对于儿子的犯行 父母感到相当的羞愧 也觉得对不起女学生的家长 案发之后离开了阿联的住家 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回去 目前是透过里长联系警方 希望可以见到女学生的父母 当面盗窃 而归人分局长遭到拔关 但外界质疑根本 只拿基层的远警开刀 对此苏贞昌回应 会要求部会检讨 并且致力于改善 治安死角 让突然发生火警 火事一发不可收拾 警校人员赶到的时候 二楼已经陷入火海 他们紧急疏散附近的住户 并且不随限抢救 用十大酷刑虐待学童 长达七年的时间 包括园长跟老师三个人 都遭到起诉 一审在昨天早上辩论终结 但林姓园长依旧不认罪 反控这一切是抹黑鞭造 检方认为他犯后态度恶劣 具体求刑五年 正乌丰区昨天下午 进行了埋设管线的工程 林姓男子在工地修理沙石车 把车头掀起的时候车辆突然滑动了 滑落五公尺的边坡 车头瞬间掉落 导致他人当场被夹在轮胎跟车头中间 消防人员到场的时候 这名男子手已经发紫 没有呼吸心跳 紧急送医 回天法术 两个人到日月坛去玩 准新娘的拍跳要三连拍的时候 放在上衣口袋价值十多万的钻戒 还有另外两枚戒指飞了出去 两个人直到回家才发现戒指不见了 连夜回到现场找寻 但找不到只好报警 而11月的时候 叶小姐刚好梦到 有人捡到了钻戒 过没多久 草屯警方真的打电话来 表示有人捡到 让叶小姐直呼 美梦成真 拜登最近他主攻川普 就是刚刚提到 一直强调川普防疫不力 其实美国的首席防疫专家佛奇 他现在也是比较赞扬拜登这边的 让川普很不满 川普说他成功连任之后要开除佛奇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